戴著口罩帽子 低著頭 快步走出北檢 一旁有人還刻意拿圍巾 幫忙擋住鏡頭 他是豐盛基金公司的 靈性幹部 和妻子因涉嫌違法吸金 被檢調約談 預令各五百萬交保 還原事件源頭 就是阿格斯交易所在臺 非法銷售境外的金融商品 不法所得超過十四億元 2020年5月 阿格斯交易所在臺的發表會 還特別邀請金鐘主持人蔡上華站台 不過檢方表示排除蔡上華涉案 而蔡上華也回應 竟是受邀主持記者會 並未接觸虛擬貨幣 對內籍不知情 桌上這些一本本資料 全是髒證物 檢警查出 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三年間 許姓前總裁假冒澳洲券商 透過網站招攬外匯息差交易 宣稱保證獲利 在和臺灣的基金管理公司 以境外基金形式包裝合作 和投資人表示 保證年息達百分之十四 但實際上卻沒有把投資款 進行外匯保證金交易 至少上百人受害 警方繽紛十六路搜索並約談 許姓前總裁等二十五人到案 說明 復訓後四人遭生壓 這回主嫌搖身一變 假冒澳洲外匯券商 想動歪腦筋賺錢 狼狽落網依法調查 三選陳一祥 陳廷如 S&M小組 台北報導